第五十二集 吃完饭 喝了汤 魏无羡摸着自己饱的帽间的肚皮 蓝旺基都没挪身子 就着他用过的碗勺 把剩下的食物一滴不漏的都吃了 他是真不嫌弃 刚入院的时候医生就说了 受Omega情绪影响 孩子的预产期会要提前 应该就在这几天 所以蓝旺基和魏长泽都请了假 一家齐聚在医院里 把魏无羡当腐蛙一样攻着 魏无羡想自己以前没人要的时候 周末放学回家都是冷冷清清的 别说有热饭热菜吃 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后来被蓝旺基接了去 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冷战 那些日子过得有多惨 跟如今比起来对比就有多鲜明 看了看刚洗了碗 又在摆弄着房间里的花的藏色 和一边无所事事的魏长泽 魏无羡叹口气 爸 妈 你们要不先回去吧 我这一时半会也不会生 藏色想了想 也好 别现在没事的时候 把精神都好完了 万一生个闹腾的招架不住 魏无羡不以为然 我才不会 藏色笑话他 不会才怪 你小时候就可爱闹腾了 非得你爸整晚整晚抱着你摇材肯睡 一停就哭 被老妈巴求是 魏无羡更加坐不住了 快走快走 烦得很 等人走了 蓝旺基就变得活泼些 翻茧着果栏里的水果 问魏无羡想吃什么 他给他香 魏无羡缓慢下地 想出去走走 以前怀着肚子没觉得 现在住到医院里就有了紧迫感 仿佛生孩子就是下一秒的事 而他住的是单人病房 又没一个可以讨论经验的 所以想去外面看看 蓝旺基牵着他在走廊上慢慢走 路过敞着门的病房 魏无羡就忍不住停住脚往里看 路过一间病房 里面有四个床位 其中有一个是刚刚生完出来的 那个Omega在大哭大叫 骂人骂得极狠 大意是Alpha害他受尽了罪 结果自己生的时候 他都不在身边 怎么不去死之类 旁边一圈 看热闹的 劝解的 小孩子在婴儿床里嗷嗷哭 魏无羡听的心惊胆战 没兴趣往前走了 便打到回复 站在窗边上 魏无羡情绪不太好 脸色阴沉沉的 蓝旺基轻轻靠近 从后面把他拢进怀里 对不起 他说 魏无羡皱着眉头反问 你什么意思 让你这么早就生孩子 你都没有准备好 蓝旺基声音很轻 真心忏悔 可当时那个情形 听魏无羡说 他要跟林果去国外 自己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不计一切后果的将他留下 有点魔障了 魏无羡想想自己那时候 也是挺可怜的 可是 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能不生 当然已经是不可能了 想到Omega要为自己生个可爱的宝宝 要跟他一起带他长大 蓝旺基心里又满满感动 宠爱地吻他的耳朵 谢谢 别谢我 要谢就谢你儿子命大 魏无羡语气无奈 手却不知不觉搭在蓝旺基扣在他身上的手背上 嗯 我先前并不想要他的 我 魏无羡顿住 开不了口说自己当时想用来把孩子弄掉的办法 突然间又觉得有些好笑 感觉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 想了想 他道 你看温潮他们后来抓我去 那么整我 都没能把这小崽子搞下来 还不是他命大吗 默了默 蓝旺基道 因为他有个有福气的Omega爸爸 抬手网上滑到他的脸庞 蓝旺基轻轻捧住 自己微微低头去救他的唇 温柔地亲吻着 过去是我不对 让你吃了很多苦 但我保证 你以后一定是个最有福气的Omega 我保证 蓝旺基郑重地又说了一遍 像是在发誓 我会永远爱你 爱小孩 超过自己的生命 魏无羡元心心里的那点情绪 一下子就没有了 夕阳下 他微红着脸有些别扭的模样 异常可爱 单人病房里有两张床 但蓝旺基不肯去陪护床上睡 他一下都舍不得离开他的Omega 睡觉也想要牵着他的手 明明年纪要大上许多 而且平时都是冷面世人的角色 可是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里 蓝旺基反而是幼稚又粘人的那个 魏无羡劝不过 只好游他去 蓝旺基就那么坐在床边上 看着他睫毛不再眨动 财心满意足地亲亲他的脸 安心地闭上眼睛 半夜里魏无羡睡得朦朦胧胧 感觉体内坠痛 有股热流往外涌的时候 他瞬间清醒过来 推了推蓝旺基 知道这是要生产的征兆 蓝旺基忙按铃呼叫医生 神情紧张地守在魏无羡身边安慰 医生马上就到 别怕又有点犹豫 这个点藏色和魏长则肯定睡了 叫醒他们是不是不好 魏无羡偏着头 额头上全是冷汗 手小心地捂着肚子 梅雨紧拧 痛得发出懵吼声 叫他们干嘛 你在这不就行了 好疼 我快死了 看着他痛苦的模样 蓝旺基心疼得不得了 却又帮不上忙 只能握着他手一下下摸他肚子 不会 没事的 没多久 医生来了 匆匆检查了下 便让护士推魏无羡进手术室 冰冷的滑轮在地上滚 发出金属冷漠机械的声音 魏无羡慌得不行 又不敢大叫 瞪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蓝旺基 好像生怕他跑掉 丢下自己任人宰割 那眼神让蓝旺基想起 自己从前逼不得已离开他去国外的时候 魏无羡就是这样眼睁睁看着他的 心如刀脚的感觉再次浮上心头 蓝旺基发誓 这次他绝不会再让他一个人 快步跟上去握住他的手 蓝旺基暖声道 别怕 别怕 魏英 我在 自己声音抖得厉害都没觉得 护士倒好笑起来 你们这是投胎吧 不用这么紧张 没事的啊 产房前是张后中的大门 里边有灯 却冷清清的没有人影 魏无羡慕莫名害怕 对自己将要面临的状况感到万分无措 像是要生离死别般 抓着蓝旺基的手不肯松开 蓝湛 救我 魏无羡可怜巴巴的叫 即便自己当初在那种环境下离开他 魏无羡都没说一句服软的话 开口就是我想看你怎么死 你敢走我就弄死你的载之类的话 此刻却用那么无助的眼神看着自己 眼睛都是湿的 声音因为疼痛而变得沙哑 额角的头发也被冷汗粘成一缕一缕 知道他一定是在承受巨大的折磨 蓝旺基忍不住揪心的疼 手脚慌乱 他几乎是请求医生让他进去陪产 医生很是为难 因为医院的政策是不允许陪产的 担心家属在 会干扰他们的操作 但蓝旺基一再坚持 明明看着是那么强大优秀的Alpha 声音却谦卑到尘埃 魏无羡又死抓着他手不放 医生最后也只能同意了 蓝旺基穿上隔离衣 跟到了手术室 医生给魏无羡打了微量麻醉 打开他的腿 引导他用力 引导他调整呼吸 魏无羡疼得要命 他咬着牙 努力集中精神听医生的话 跟着指挥用力 吸气吐气 没多久浑身就被汗湿 累得要虚脱 一只手握着铲床扶手 一只手抓着蓝旺基的手掌用力的抠 蓝湛 乖 我再 好难受 再忍忍 快了 我要死了 我不想生了 听到这种话 蓝旺基眼睛又湿了 根本说不出话来 恨自己没法去替他 医生很无奈 家属要坚强点 多鼓励 蓝旺基不知该怎么鼓励 他现在只想这一切马上结束 不要让他的魏英受苦 到后来反而是魏无羡在安慰他 行啊 我没事 你别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